中国应该向世界鞠个弓表达歉意 中国给世界添乱了 正当中国也举过支力抗击疫情 相关工作得到示威组织高度认可的时候 一个不无荒唐的道歉论却在网上冒了出来 其实这类言论并不新鲜 每当中国有打事 这种言论都会改头换面的出来 在那些人的口诛笔伐下 错的总是中国 世界问题的根子总是中国 中国永远是他们审判的被告 中国永远是第一嫌疑人 骂中国审判中国 在他们那里永远是政治正确的首选 为此他们可以不顾事实 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 凭什么就认定是中国 为此还不惜造谣某个零号病人 即便以后查明源头 现在也无法确认 它究竟是人为的 还是一场意外的天灾 进一步就是论事的说 新冠肺炎在武汉出现以来 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团结一心 奋力抗议 其果断 其效率 其严密 其成果 全世界有目共睹 难道这些居高临下 谴责中国的人 看不见这些事实 随着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 及其发展势头 世界上从世卫组织到政府官员 从媒体专家到普通民众 对中国已采取的高效防控措施 或者大力称赞 或者大家羡慕 或者反攻自省 对照差距 为何有些人对此置若罔文 扯远一点说 上世纪80年代 艾滋病首先在美国爆发 虽然关于艾滋病的源头仍有争议 但美国政府当年重视不够 管控不利 导致艾滋病在全球扩散 这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美国政府的松懈 我们何时听到那些人 要求美国道歉 双重标准 不仅是美国的常用手段 也是中国某些宠媒者 对待祖国的不二法则 他们无数次重复 中国总是错 其实就是在推销 他们治理中国社会的现成方案 像美国一样 按照美国模式做 为何中国总是错 中国如何才能不错 这就是他们的诊断和药方 中国是专制 只要民主就会痊愈 但他们根本不管世界上 那么多按资本主义模式 运行的国家 包括美国自己 也是成科缠身 病殃难处 他们也完全不过中国 近几十年来 独立自主发展的成功 因为中国越是不按 美国模式取得成功 他们的美国梦就越不可兑现 于是他们成为一小撮 恨国者 这些人已全盘接受 美国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 一旦机会出现 他们就会扇一风 点灰火 如挑大神一般 念起他们 谴责中国的咒语 那么这些真能催垮中国的阳刚之区吗 需要警惕 但我相信 邪不压正